好 非得不忘 非得也早餐 我是谭香楼 好 今天民国112年2月1号星期三 1月已经过完了 1月过完了之后呢 对我来讲呢 我的年也过完了 所以今天呢 当你听到我声音的时候呢 今天谭香楼也恢复正常的上班课 比大部分人呢 晚两天 因为我自己有行程上面的安排 是回来时间呢 比较晚一点点 不过从今天开始 那兔年也是2023年的 所有的正常的节目的作业 从今天开始呢 那全面展开 好 那星期三的时间 长时间呢 非得早餐的听众朋友们知道呢 我都把一些财经啊 产业啊 科技啊 理财啊 等等相关的 我开玩笑讲说 只要跟你荷包有关的问题呢 我都会放在这 那方便呢 大家呢 锁定收听 那我也知道呢 很多 不管是直接间接呢 会跟我联系的 或会跟我谈到呢 非得早餐的 很多的企业界的一些负责人 或者CEO 或者贱经理人 那对这个节目呢 都是听众 那颇有青睐 那感谢大家 长时间以来呢 对这个单元的支持 好 今天大概是我第一次呢 比较完整的 那挑一本书呢 来谈就是说呢 节能减碳 那也就是如何企业界 要如何落实 你想刚去年才刚结束 去年底才刚结束的 应该是 应该是第28回合的 第28回合 在埃及开的 这个就是COP28 对不对 对对 今年对对 今年28在阿拉伯 今年是28 去年 去年11月 去年11月呢 在埃及呢 召开的COP27 好 那的第27届的这个气候变迁大会啊 虽然有乌克兰战争的影响 导致了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配置 那工序的系统的大乱 许多的国家呢 也都打乱了呢 自己原来呢 节能减碳的承诺跟进程 甚至于大家开始怀疑 就是说呢 节能减碳的这条路啊 就是说呢 对抗气候变迁的这条 算是全球治理当中的核心议题 到底还能不能走得下去 还能不能走走多远 2022年因为俄乌战争的爆发 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坦白讲2022年 气候变迁的议题变得很边缘 就是因为关注的议题 核心的议题 急迫的议题多了 气候变迁这种的议题呢 只有在太平盛世的时候 大家愿意坐下来谈 大家愿意认知到呢 我们是在一个global village里面 我们是地球村 因此全球治理 大家都有责任 如果不能够落实节能减碳 早晚有一天呢 大家呢 这个地球会住不下去 你必须要有那个政治土壤 那个环境 让大家呢 能够都把这事情都放下 尤其呢大国 就像中美之间 当裴洛西在台湾落地了之后 美国发现糟了 裴洛西一落地了之后呢 中美之间的霸向交流 全中断其中呢 包括呢有关于气候变迁的问题的对话 那也中断 现在虽然呢 11月之后呢 陆陆续续呢 都恢复了 可是我说2022这一年 即使在埃及开了会 可是整体来讲 我觉得2022年被浪费掉了 甚至于有关于 就是说呢 节能减碳的全球的探管制这件事情 是在倒退的 对 尤其在欧洲 那个倒退的现象是非常的明显 原来都对于 对于就是说呢 节能减碳的承诺 都开始打折扣 美也回来了 大家都觉得先过过日子 再说把管理这么多 好 但是他终究是一个 全球治理的严肃的课题 当这些呢 突发性的事件呢 慢慢的淡去了之后 大家还是要回到位置上面 拿出自己的负责任的态度 那来共同面对呢 这个跟每个人都攸关的议题 好 那有关于呢 节能减碳的行动计划 我说了 我在我手上的这本书呢 对我来说是 在过去 过去谈了 新闻性的谈论 对我来讲 当然是基本功 可是要如何 能够能够落实 step by step 能够呢 落实 就是说呢 节能减碳的这个行动 行动计划 我手上的这本书呢 是天下文化出版 天下文化是远见的系统 那他叫OKR 实现了净零排放的行动计划 作者呢 两个人 一个呢 是John Duel 还一个是呢 Ryan 这个证明 这印度译吧 这个就不会念了 好 你去他Ryan就好了 好 那anyway呢 主要的作者呢 是这位呢 John Duel 好 那呃 我看了一下呢 他的 他喜欢对气候变迁的 他自己是一个创投家 对 但是从一个创投家的角度来讲呢 当然从一个创投家的角度来讲 什么东西都有 都给投资 什么东西呢 都有钱 钱赚 好 那因此呢 这个John Duel呢 就就针对呢 有关于碳排的问题 讲述了他自己 他为什么开始关切这个议题 当然大部分了 会开始呢 关注这个议题呢 跟了美国的前任的副总统 那高尔 那高尔的这个就正负二度C的那支影片 他之后也拿到了就是说呢 诺贝尔奖 那那个时候呢 开始意识到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周围的环境地球越来越热了 会有什么影响 这件事情大家成为高度的关注 大概都从那个时间点开始 可是从那个时间点 你今天回头去看一晃眼 二十年也快要 也快要过了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 那有关于现在的碳管制 虽然之之前 恶务战争之前呢 大家呢 都好像呢 已经雷厉风险 我也不断的在提醒 台湾的政府部门 台湾自己的碳排 人均碳排比例非常高 都在全世界的前几米 对 第二个台湾的企业界 以我访问过的情况来看 对于接下去的全球的碳排 对于台湾的经济跟贸易的影响 我认为准备是非常不充分的 好 因此呢 这本书呢 或许对大家呢 会有启发性 来今天呢 为大家呢 导读这本呢 OKR实现呢 净零排放的行动计划 那这本书很值得一读 因为它已经 把相关的议题呢 尽可能的口语化 尽可能的科普化 重点的部分来讲呢 红字标注 好 这个读起来呢 会轻松很多 好 重点是谁来为他导读这本书 来介绍我们来宾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 国立台北大学金融与合作 经营学系的教授 他同时也是呢 国立台北大学的主秘 对不对 对对 好 那黄启瑞 黄主秘欢迎 谢谢香榮哥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早安早安 好了 我先问 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请你来导读这本书 好 那是这样 因为我们台北大学有个团队 那我们商学院在这个 不管是排滩或ESG 实现企业社会责任这个部分 那我们一起研究已经十几年了 组成一个团队 那也也协助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 包括金管会交易所 指数公司 还有我们的一些金融机构 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那像全国的这个责任永续投资调查 我们也是这个国泰金赞助我们台北大学 在做这个全国性的研究 那本身我是这个计划的计划主持人 那所以我们在夜居这个领域 也长期跟天下元件有一些合作 那这本书曾经 我们台湾的这个Dale电脑 那这个廖仁良总经理 他本身就是OKR的实践者 他非常非常喜欢OKR这一套逻辑 跟这一套方法 方法论 那所以这个天下元件 曾经就邀请我这个帮Dale电脑 在去年9月份的全国 他们有办一个全国资讯长会议 大概100多个全国的这个资讯长一起参加 那就是以这本书为主题 那这本书我去帮他们也做过一次导读 那现场大概大家对这个书里面的一些想法 跟理念跟具体作为都非常响应 非常热烈 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他们推荐我来跟在向王哥的节目来分享 那我们的重点还不在于 就是说只是介绍书 书只是说让大家如果要比较完整的 就是说理解 就是说透过OKR去实现的净零排放 要怎么做 不过重点就还是在一个净零排放的 就是我们如何去因应 未来早晚它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 全球性的体制 我认为探管制 它必然会落实到一个全球性的体制 那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 会被刻以不同的责任 不同的碳排水平的国家 会被刻以不同的责任 那这也成为每年的寇布在在开会的时候 大家会争辩讨论 或者说在国际政治当中 会角力的重点 不过它终究还在朝的那个方向走 现在对大国政治来讲 在我们所谈的全球治理里面来讲 这可能是最核心的课题 或者说应该是好不容易最有共识的课题 就是大国普遍认为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落实碳管制 而且要带头做 何况今天地球上面绝大部分的碳 因为二氧化碳一旦排出之后 它在我们的大气层里面会停留非常非常久 其实它不容易消失的 非常不容易消失 跟甲烷的气体非常不一样 甲烷虽然它也许温室效应的效果更好 不过它的存留的时间 不会像二氧化碳了这么久 所以我们每天在吸入氧气 排出二氧化碳 其实不知不觉当中 都在制造文字效应 不过人还是小事情 我要进行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我们从头谈起 就这本书对于企业界来讲 我们简单的导读 让企业界知道就是说 你现在必须要开始做准备 原来没有概念的你要有概念 原来已经有开始准备的 你要开始加速 加速该怎么做才能够落实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请黄启磊老师为大家导读 非得不忘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龙 今天的节目开春之后 就是我回到工作岗位的 第一档的节目 透过这本书 OKR OKR实现净零排放的行动计划 重点是行动 你必须要有action 大家设定了目标之后 但是如果耳于我 像是在COOP26之后 其实过去的一年的时间 大国定了目标 但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发生了之后 其实大家也都推脱拉 其实该落实的都没有落实 严格讲从一个 就是说要控制碳排的角度 碳管制的角度来讲 2022年是被浪费掉的一年 而且还倒退 好 在我们现场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 国立台北大学的金融与合作经营学系的教授 黄启瑞 黄教授 黄博士 他同时也是台北大学的主任秘书 好了 我们从头谈起 第一个我先请 先请就说 就是决定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OKR 好 那他拆成两个部分 O就是目标 object 那要定出一个很具体的目标 就2050净零 2030想办法尽量减半 那KR就是key result 要有一个关键的结果 得到一个关键结果 那得到关键结果 那以这一届这本书来讲 他就定出了六个具体的 具体的目标 就是减 2050净零 2030减半 那有六个关键的具体目标 要一个一个去达成 那再把六个具体的关键目标 再分成55个执行方案 所以它是一个很具体的过程 那具体目标 他也把它算得很清楚 就是590亿吨的二氧化碳 那590亿吨要透过六种方法 那当然前面要先找出原因 这590亿是哪五大部门 那把这五大部门再拆解成六种方法 那一个一个去把它排除 所以这是他整本OKR的核心 透过定定具体的目标 然后找出具体的 具体的关键的结果 然后再去研理具体的行动方案 那整个精神叫OKR 好从高尔的正负二度C到现在 对 我们在有关于探管制上面 有哪些具体的进展 如果从这本书来分析 我就直接切入这本书的角度 那它从 它是把它分成这样子看 比如说590度里面 590亿吨 590亿吨 240亿吨 那第二个部门 就是我们的制造部门 工业部门 工业部门大概120亿吨 占两成 这两个加起来就60亿吨 那接下来排名第三的呢 第三的是我们的这个农业部门 就是我们的饮食 这部分90亿吨 占大概15%左右 那排名第四 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交通 交通电动车等等 那那部分大概80亿 占14% 那剩下就是我们自然界原本的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十 60亿吨 本来就有的自然的排放 那这20年里面 他也在看 他就在看说 那这走到现在 我们在这个 这个五大部门 大概执行到什么程度 那接下来在剩下 为期不多的时间里面 要怎么样把这个 这个590亿吨 在这几个产生的原因的部门里面 全部抵消掉 比如说最多的能源 240亿要怎么样到210 那他把他想说 240亿我要减掉210 那当然还有30亿减不掉的 那最后的一些尾数减不掉的 比如说工业部门 120亿吨也没办法完全减掉 那最多只能到250 减掉80亿吨 还剩下40亿 又流到后面去了 那农业部门也一样 交通部门也一样 各大概20亿吨都没办法解决 最后流到最后的部分 就是我们去富裕森林爱我们的大自然环境 保育我们的森林保育土壤保育海洋 那可以救回40亿70亿 那剩下最后100亿怎么办 那些尾数 那只好透过到时候啊 2030年以前的既有的技术 还有2030年以后新的技术一起努力 那再把透过这个自然的移除碳 还有高科技的移除 把那最后100亿全部移掉 在2050年以前 那回到主持人刚刚讲的 那到底这段时间做了什么 他其实书上分析的非常细 比如说如果用能源 我们看最多的能源部门 跟交通部门这两块的话 那能源部门他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这个 这个他把能源的那一块 再拆成很多细项 那我就只讲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 那比如说他讲到这个 无碳能源的部分 无碳能源的部分 有长足的进步的部分 其实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产业部门 产业部门自己的努力 包括太阳能跟风电 那风电又拆两块 一个是路上风电 那成本就比较低 可是台湾没办法用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海上的 那离岸的风电的部分的成本 他有在统计10年 就从2010年到2019年 这10年的变化 那就发现说 这个学习效益的部分 燃煤的部分都没有动 就大概 他用1000度当作单位 每1000度多少成本的 要花多少的电费去买 那如果是燃煤的话 10年前是111块 现在109块美金 每1000度 所以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如果是看太阳能的话 从387块美金已经降到 已经降到大概68块美金左右 那降了非常多 那如果离岸风电的话 原本大概160几块美金 现在大概降到115块美金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能源上很大的突破 那所以他定了一个目标 希望再往前推进 2025年的时候 希望这些再生能源的 的这些性价比 可以跟燃煤的一模一样 那一模一样的时候 他就在定一个目标 就是说那大家一起往这个方向努力 那希望可以把 进一步把这个再生能源的比例 从2030希望就是可以 可以慢慢到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那到45年的时候 可以占到再生能源的比例 可以到百分之 比如说90或95以上 他就定类似这样的目标 那交通也一样 交通的部分呢 这个电动车的技术 这几年也有很大的突破 那他就希望说 这个产业的科技的部分 性价比在美国 现在大概性价比 已经是在拉近了 过去电动车一步 他就以这个Camry 在美国一台 大概比如说 大概100块台币左右 那电动车同期的Tesla 可能要150块台币 那还有一段差距 那希望他这个差距呢 他是立的目标是2024年 这两个边的性价比一样 那这个印度跟中国稍微慢一点 那他们也希望在2030年 可以性价比一样 那当他性价比一样的时候 这个量就可以大量的去突破 电动车的价格优势就出来了 那就希望说全世界的交车 在2030年就可以达到 每两部车有一部电动车 那所以不我们看得出来 大部分香榮哥这边讲到的 这20年来的进步 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产业的进步 那政府大概就是定一些法规 定一些配套 让企业的技术 让民间的力量可以跟上 那如果是谈过去的20年 看到是这样的变化 好当对台湾来讲 我们基本上我们并没有什么 自产的能源 所以我们本身选择的能源形态 98%进口 影响就非常非常大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使用的电力 都还是靠烧的 不管你是烧煤炭烧天然气 或者8成以上 甚至还有一小部分烧垃圾 那就说 所以就全都算烧的 烧的任何烧的东西 大概都一定会有碳来碳排放 多或者少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的能源的 使用的一些形式 还大有问题 那你说不管是太阳能 风电 它有季节性 它不稳定 不可靠 价格偏高 这些大家也都耳熟能详 但是另外现在 在有关于 有关于就是说 节能减碳的这个概念 尤其要控制碳排的 这概念起来了之后 另外一个 在能源形式上面 比较大的改变了 就是核能重新被注意 可是在台湾 它却成为像是个禁忌一样 没有办法谈 这个当然是可惜的 好 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谈的重点 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政治人物 跟政党 能够把意识形态放一边 能够认真的 跟得上趋势的 好好的检讨 因为有许多的核能论述 都非常落伍了 非常非常落伍 每天都把核能讲得非常的恐怖 可是今天当年欧盟 大部分的国家都认为 今天如果要控制碳排 核能是必要的选项 甚至于很多国家 像是韩国 都已经在增加 它的核能的配置 台湾在这方面的落伍 将来会影响到 你的总体 在这方面要达到的目标 你的OKR 这个要达成的难度会很高 好 但是还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讲到除了俄乌战争突发性的因素以外 我觉得当有关于碳管制的议题 经过了这20年的大家的宣导 成为大家逐渐成为全球共识 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做 或者能做多少是一回事情 可是大概没有人会去质疑 就是说碳温室效应 对于地球的环境 气候的干扰跟破坏 已经危及到人类的生存 这不只是一些的岛屿国 国家海边面上升 我们的邦交国 可能自然就会消失掉 土挖炉 对消失掉一些 那个都很现实 当笑话讲 但是气候被变迁了 在每个地方的极端气候 其实大家也都感觉到了 虽然还不是这么的深刻 大家会半信半疑说 真的吗 这真的是因为 是因为温室效应的关系吗 还是地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它本来就会周期性的 会出现一些很极端的降雨 或者说是这种风暴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有 我也不排除 也就是因为这种的论述 使得比如说 美国在川普的时代 反气候变迁 那这种的反反碳管制 他又成为川普时代的主流 他表示在政治上面来讲 你还是很难处理 那四年的时间 既得利益的 传统的产业的结构的大反扑 那川普仍然是主张 要大量的使用 这种的化石燃料的 那他还是这样子走 好 从我们把这因素都去除之后 回到一个基准点上面 因为今天请黄教授来 其实最后这本书 我希望让企业界 做生意的 我甚至不久之前访问 他是在哪里 做那种的美法产品的 开美容院的那个业者 叫什么名字 李成家 他们就是把自己的产品 包括欧莱德 对对对 欧莱德 他们在这方面就做的 非常好 格望平总市长 对对对 就是很落实的 所以每一个领域呢 你都会有你的责任 跟你的OKR 要去执行的 企业界要如何开始做 对 我会呼应两点 那第一点 就是这本书里面 其实他也没有避讳谈核能 他核能其实谈的非常多 那他也不会言 他大概这本书 我分两个部分 回应刚刚香隆哥提到的 那第二部分就是讲 讲到核能 那当然他也把 就是数据全部摊开来看 因为过去 我们也是看了这本书 非常非常非常surprise 就是国内其实也应该 像这样子 把台湾的部分 这些数据 很清楚的呈现给大家看 因为又过了这么多年 上次的能源政策 是2016年谈的 已经过7年了 其实很多变化 那当然刚刚讲了 风能跟这个太阳能 他在国际上是被普遍认可 是很好的方法 那移到台湾来 还有很多要努力 国内也发生一些个案 那这我们就边做边学 没有关系 那核能的部分 他其实也有秀出那个价格 比如说刚刚讲的每1000度 在10年前 其实这个是相对便宜 他才95块美金 那当然他也提到 因为有一些种种的原因 后面会谈 那他的成本 拉到变成155 所以他的成本 他发电的成本 是比美贵一些 那已经快要被 就是说被这些 如果我们的这个太阳能 跟这个风能的发电 能够做到跟国外水平一样的话 那这两样的成本 也会低过 也会低过核能 但是目前有没有不知道 因为国内的 太阳能跟风能 还在刚开始 那太阳能可能有 可能成本有比较低 但是风能看起来不太乐观 还要很多地方 要努力跟突破 他未必成本会比 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核能还低 这书上有一些计算法 他很清楚的公布 其实我觉得国内 也可以这样比照 让大家可以更客观的 来看待这些事情 用中性的立场角度去看 那他第二个部分 提到核能的部分 就是说 他其实就是 Bear Gates 在最后面 他刚刚讲的 他有六个大的目标 那有四个加速器 一个加速器是 政府当然要奠定 明确的政策 那像国发会 在去年28号 有进一步把这个 NDC提高到24加1 就是在2030年排碳降低的 目标有提高 大概5%左右 这是好事 那阶段性的 这个目标策略 也有定出来 但是具体的做法 行动方案的 这个部分还没 但是说年底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希望年底 有一些比较具体的策略出来 这是政府要做的 然后第二个加速器 是社会运动 就是刚刚向龙哥讲的倡议 企业的倡议的部分 那这企业倡议的部分 国外的做法先提 那国内我等一下 再呼应一下 那这个部分国外 比如说像Farma 就是FB Amazon Microsoft Apple Google Google 还有这个 Walmart 这些 那他们大概有个倡议 就是分别在2030到2040之间 包括他们自己 还有他们的自己的范畴 一范畴 又跟全部的范畴 三供应链的排放 加起来 全部都要是净零 那所以我们的供应链 很多已经感受到这样压力 我碰到很多上市公司的 这个供应链里面的董事长 像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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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业科技的郭董 他们就讲说 因为他们也是 他们也是这个供应链里面的 所以他们是被 被要求 其实是2030到2035 自己就要 整个范畴 一到范畴三 全部要净零 那这样的倡议 社会运动 其实已经开始 那在刚刚我们国内的永续金融的部分 其实走的算不错 我觉得我们永续金融蛮落实 走的很前面 那主管机关很重视 那我们自己的金融机构 在这方面表现也不错 那就比如说像 我打个话 什么叫做永续金融 对于这种服务业的永续的概念 尤其跟气候变清关系 一般人比较不容易 很大 关系很大 可以解释一下 对那在书本上这边也有提到 就是刚刚讲的加速器 我刚已经讲了两个 那第二个是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其实就会结合到 第四块的投资资金 那还有就是第三块是创新 那我就跳过 因为主持人问了 湘龙哥问了 我先讲这个投资的部分 因为这本书很强调规模跟速度 对 那要规模的话呢 又要速度 那金额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所以这书提到说 我们要做到这些事情 刚刚也提到很多的技术创新 因为靠现在既有的技术不可能 既有的技术 顶多在2030减掉40% 已经很厉害了 那如果要未来20年 要把剩下的 这个不管是50%也好 60%也好 要减完一定要 一半以上要靠新的技术 那现在技术怎么来 要钱 没有钱什么事没办法做 那钱从哪里来 就是最后一项投资 那就是永续金融的角色 所以永续金融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书中也有提到 如果我们用金额去算的话 全球大概一年 Glasgow的这个COP26 就已经有大概估算过 那每年要投入的资金 光光是创投的这种资金进去 至少要1.7兆美金 1.7兆美金才够 那需要很大的规模 那金融业就在这边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有两个 那其实 这个国际上也有很多研究发现 这些禁令要完成 它里面的贡献的力道 校长哥可以猜猜看 观众可以 听众可以猜猜看 永续金融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大概百分之多少 那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推断 这里面如果没有金融业在里面 发扮演角色的话 它能够实现只有60% 剩下40% 其实都是金融业在后面的push 所以主管金融会怎么这么重视 今年开始要做永续金融评鉴 那金融的角度 大概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最熟悉的 永续金融的投资 那投资的部分如果用国内的角度理解 比较容易的话 那大概我们国内最大的这一些 可以投入资金的单位 就是包括我们的四大基金 包括我们的投信投雇 还有包括我们所有的保险公司 受险产险 那当然银行或金控 也会有一些投资部位 它可以去做这一方面 创新捷径能源的投资 比如说刚刚之前讲的风能光能 这些都需要金融业的投资 还有融资 第二部分就是融资 投资是直接投资 我钱就给你 我当股东 我当股东 那第二种的话是融资 那像我们这些很多动不动 风能发电 尤其是风能 那个都是几百亿几百亿 要银行的融资 那这部分永续金融就扮演重要的角色 如果拿不到钱 这些事情通通没办法做 对所有的环保的行动 在过去讲 可能大家不太容易理解 但刚刚经过黄教授的解释之后 我想大家就比较容易懂 为什么各位我们讲环保 环保是有钱国家的游戏 就是因为它必须要 一定要相当程度的技术跟资金 它既是技术密集 它也必须是资本密集 如果没有技术跟资金的支撑 你是办不到的 所以它是有钱国家才能够玩的game 但并不是说 如果弱国了 或者全国就没有责任 我是说今天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本来今天大部分的碳牌 也都是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 所制造的责任比较重一点 再来因为它的资本密集 跟技术密集 使得越先进的国家 要承担的责任 当然就越重 我再进行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还有一点点时间 继续请黄启瑞教授 跟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回到最个别的企业来讲 如果原来没有跟上脚步的 现在有意识到 就是说其实这种碳管制会无孔不入的 对所有的企业 大概都会有影响 那要怎么样起步 来进行广告回头聊 好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谭生龙 我觉得不管企业界的朋友 或者关注这个议题的朋友 他终究是未来的国际政治当中 跟传统的政治 经济 军事 这种所谓的国际政治的课题 不直接这么的相关 但是他是未来每个人都必须要 能够参与讨论的议题 因为跟每个人都相关 就气候变迁的议题 他是现在关乎到全球治理 当然大家最有感的 每个人都应该有态度 也都应该要有一个参与的立场跟角度 当然牵涉到大国的时候 开发中国国家 开发中国国家的集体的态度 觉得今天地球会搞成这个样子 是你们在先进工业化国家所造的 你们要承担比较多的责任 可是要承担责任就要钱 讲到钱的时候 其实去年媒体也处理过 在COP27的时候 那些资料也都已经公开了 大国在对线承诺上面 美国表现极差 对 那个对线率极差 换来即使是你拜登在执政 理论上这应该是 你都已经到了埃及去参加会议了 可是你即使是民主党在执政 那碰到内部有疫情的时候 就发钱印印钞 可是要兑现这种的 你所谓的核心的全球议题的时候 你的兑现率非常非常差 反而是欧洲国家 法国这些国家 兑现自己的承诺的比例比较好 好因此政治人物讲一套 你要逼他去落实 尤其是大国强国要落实 难度是很高的 好我们刚讲的就是说 如果按照2030年 2030年中国大陆所设定的是 2030年的时候 希望能够碳达峰 对不对 对 这是大陆的设定 基本上还在这个概念上面 今天中国大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 就到目前为止 他对于他自己落实 就是说碳排放的目标 他没有任何的松口 他一直都还在往前走 而且我的了解大陆的内部 偶尔跟大陆的朋友在聊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要求还是很严厉的 很严厉的 他是在这做的一个 他的努力的扮演一个所谓的负责任的大国 虽然是一个开发中国国家 但是负责任的大国 好回到台湾 台湾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台湾人其实在这方面 我觉得觉知的能力还很低 虽然我们的人均的碳排在全世界的前几米 对 其实是表现是很差的 我们似乎不同党 但是也都在能源政策上面 也都有一些的讨论 可是我觉得讨论很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牵引 但是回到企业界的部分 我们不管企业界做的如何 我请华教授跟我们的金融博说明一下 就如果我要现在开始做 我该怎么做 好 那我们企业如果要做的话 那我就回到这本书里面提到的 企业要做第一个 我可能分先分几个类别 企业当然如果以上市贵公司来讲的话 因为主管机关这几年都有定很多要求 比如说这个减碳路径图 主管机关去年三月份定的 那就要求我们所有的上市贵公司 最慢在2027年要完成所有的碳盘查 那再加两年 2029年要完成第三方查证验证 那这个也是呼应到刚刚讲的大国 大国政治大国政治的部分 那欧盟因为他最早落实 最早要完成这些事项 所以他在碳边境关税 那碳边境关税今年就开始实行 针对钢铁针对水泥 2026年正式实施 那所以我们这些出口业界 出口业界一定会马上受到影响 那所以美国更狠 美国提早两年 2024年开始要刻碳边境关税 那这些就会对我们直接出口相关产业 那当然也包括半导体电子业 全部都会被刻到碳边境关税 看你排多少刻多少 那这个影响冲击很大 所以主管机关才就一路要求过来 就是我们尽快完成碳盘查 所以企业要怎么做第一步 如果当然我们走的比较前面的这些上市柜公司 大概都已经盘完了 或者陆续在盘 那范畴一范畴比较简单 大部分企业可能上市柜公司盘完了 那现在在整理这个范畴三的部分 因为整个供应链的生产的体系的盘查 要盘比较快花时间 那中小企业如果是在我们讲到的这些 大型的上市柜公司供应链里头 他们现在也很开始在做这些碳盘查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赶快把碳盘查先盘完 那盘完之后才接着就开始采取 具体行动去减重 那当然就是要把自己最可能的 最大的这些排放源先盘出来 那盘出来之后再来严理具体的方式 看看这些排放源怎么样去 一个一个把它剪下来 那当然相关的这个公司规模越大的 那他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比如说昨晚就现在有谈到 我们要用一个除了我们过去用GRI 联合国的永续揭露准则的报告的方式 去编论我们报告书 去算我们这些碳盘查以外 我们也要依据比如说像现在有个TCFD 企业相关财务揭露 他有一个治理架构 把公司把自己的气候治理架构建立起来 那根据这样的气候治理架构 去好好去管理自己的探盘 气候变迁的相关课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上市柜公司 大部分大概300多家也都有了 那还没有的现在陆陆续在做 主管机关对上市柜公司这部分 大概有很多的要求 也有很多的辅导 那上市这个如果是在第二层 就是我们的不是上市柜公司 但是是我们上市柜公司供应链的 比较大型一点的这个中型企业 也建议可以采纳这样的方法 类似像TCFD这样的一个 气候边迁治理架构去推 那如果规模再小一点的 我们会鼓励 当然这个政府有在协助 那有一些金融业界 比如说玉山银行 他们还成立一些机构 成立一些专人去辅导 他们的放缓户 如果还没编报告书怎么编 那气候管理怎么管理 他们有个小组 还会去协助中小企业去做这些事 那当然主管机关也有在做 那也请这个经济部相关单位 工业局等等 也编了很多辅导小组 在辅导中小企业 甚至有些地方政府 所以你是可以主动的跟政府求助的 对对对对 寻求政府的帮助跟指导 赶快去做盘盘查 好那我们回头看就是说 现在全球对于温室效应的 这种的集体的态度 什么时候会对于 就会在贸易上面会产生影响 就是会开始因为你不达标 会成为你被贸易制裁的对象 快的话其实今年就开始了 欧盟已经在4 try了 那最慢的时候 应该是美国2024年连美国都上路了 那预估中国大陆可能也会采行类似的做法 那这些如果来的时候速度都很快 所以越早开始及早应应是越好 对因为那个碳边关税每个单位 它根据你的每个单位产品的排单量去刻 那刻下来的那个金额会非常惊人 那刚才也有讲到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虽然有在磕碳费 现在即将要上路了 那碳费就可以去折底 这个碳边境关税的部分 不过我们碳费目前的这个定价的部分 是10块钱每一公顿排放是大概10块钱每金 那这金额其实不是很高了 那能够去抵边境关税的部分有限 所以要做的事情其实还很多 好 当然它会衍生出一些问题了 包括在政治上面的既得利益的反扑 那传统的产业在美国 欧洲都有 尤其在美国 第二个就是说 当我刚问的最后的那个问题 一旦开始逐步落实了之后 绿色通膨的影响会变得很明显 这个是今年以后大家都要留意的 就是你个人你或许无能 我为例你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但是我说总体来讲 从国家治理或者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 绿色通膨的有一段时间会变得非常的明显 一直到大家都调整都能够适应为止 好 这个都是接下去会发生的问题 但是基于地球本身的总体的环境跟气候的管控 那这条路是一定会走的 全球议题虽然没有一个够强大的超国家组织 可以去就是说 一言就久顶的去推动 不过大家看起来都还是在默契上面 尽可能的去一起往前落实 不过2022年因为一场的俄乌战争 就把全球的能源配置都打乱 它最大的影响就天然气 欧洲本来看起来跟俄罗斯关系如何好 俄罗斯的天然气的管车供应 那个要符合他们的其实真正对欧洲来讲 就是让他在能源的需求上面 在碳的这些的标准上面非常容易达标 但现在当俄乌战争发生了之后 天然气管线断 他需要天然气 他就只要买LNG 买LNG的成本就高很多 这个在所谓成本的计算上面来讲 影响当然就很大 那如果一个小小的 我不能说小小的乌克兰 对了他他人口是台湾的两倍 面积是台湾的台湾的台湾的十六七倍 好但是他的经济在地球上影响 你跟台湾不能相提并论 你想台湾如果发生在战争 那会是怎么样 那个影响就更大了 尤其大没有留意到的 两岸如果真的在台海地区 如果发生军事冲突 台湾是许多跟气候变迁的 有关的产业的零组件的 主要的供应生产的基地 在这个产业链里面 一旦中断了之后 这个议题不知道又会被拖多多少年 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 其实都跟了这样一个 全球治理的议题都会相关 不过这个并不是个别的企业 需要去特别关注的 这本书可以当做我们的企业界 或者一般民众理解 今年以后全球对于碳排放 这种的推动的进程 以及要如何落实 成为一个行动计划 这本书可以当你的guidebook 因为作者本身 他就是一个创投家 做一个创投家的角度来讲 我会觉得比我过去看过的 比较务实 比较务实 他也跟高额 跟很多企业界合作 他比较务实 跟过去只谈理论 是非常不一样的 好今天这本书 推荐给大家开春之后 你可以当做是你这个礼拜的 非常重要的阅读OKR 实现了净零排放的行动计划 作者约翰杜尔 还有另外一位 莱恩潘查萨拉姆 这是印度裔 好 天下文化主板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 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来宾 国立台北大学金融与合作经营系的教授 同时也是台北的国立台北大学的主任秘书 黄启瑞黄教授 欢迎 感谢 谢谢向荣哥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下回相关的议题再麻烦 来我们进广告 广告回头做新闻 感谢观看